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以后 原来你不做工你就没饭吃 要做得很辛苦 才能够还债 做其他的事 他们的生活 面对很多的挑战 到了这里 什么消息都没有 只有抽口烟 我们两夫妇不会英文 没什么知识 慌 慌到害怕 今年已经70岁 人称根书的董根 多年来长途跋涉 切而不设 将福音带到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华人 有很多人因为根书的坚持和帮助 认识了基督信仰 并且愿意跟随主耶稣 生命因此得着改变 今天 我们会跟着根书 来到这些偏远的小城镇 去探访不同的家庭 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一大清早 我们就从温哥华出发 进入卑诗省内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来到Oliver小镇 探访一对开餐馆的夫妇 曾献慧夫妇Paul和Amy 从香港移民到大温哥华地区 后来为了谋生 搬到Oliver居住 我们在高桂林住了九年 然后就进来这个小妇十三年了 最初我是想 大家多点相处 应该很好 大家一起工作 多见面 多相处 没想到是想错了 夫妇二人从早到晚一起工作 Paul负责厨房 Amy负责前台 结果争执比以前更多 那么刚来这里生活 夫妻间一直都有争执 彼此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停车的位置 他容许别人停在这个门前 我觉得阻碍我做生意 令我心里很不舒服 进来借洗手间 我又觉得不舒服 很多事情他觉得没有问题的 他接受的阻止我说 你别动气了 随他们用吧 就这样 我就不同意 一般来说 丈夫在厨房工作 太太在前台工作 太太是想让客人高兴 就留住客人 但是丈夫想做事情容易点 所以争执的情况就常常出现 她有管我吸烟的 不过抽口烟罢了 来到这里可以说 什么消遣都没有 我是比较有要求的人 我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 我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我可以感动 可以改变一个人 其实是不可以的 紧张的夫妻关系和枯燥的生活 因为根书带来的福音 而有所改变 刚去的时候呢 曾太太太是很勉强的说 又来了 坐吧 那么曾先生呢 就马上去到后门去抽烟 我知道他不想理我 那么我就很礼貌的说 好吧好吧 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啊 我就离开了 他就一直不断的来 有一天风雪很大 我看到一个人穿着很厚的衣服 这个就拖着行李 我从窗外看到他 我说 这不董先生吗 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大的风雪 他都来 好像就有一个讯号在提醒我 他为我们付出很多的时间 精神 这是为带一个信息进来 慢慢他就被感动 知道是这位神 让我不惧风雪去传福音 把宝贵的福音带给他 然后他就慢慢认识这位神 我抱着的心态是 希望神能够改变他 我认为他不好的地方 有所改进 后来呢 因为大家的信仰 我就说我就退一步 他常说给人方便 他有很多的地方让我看到 他的信仰进步比我快 圣经有很多的教导 可以令我改变了 刚刚说过 改变一个人很难 除非自己先改变了 把每件事情的看法 想法都改变一下 就会快乐一点 去爱 包容 宽恕 过去彼此觉得不高兴 有意见 现在觉得没什么关系了 忍忍了 宽恕他了 神也宽恕了我们了 我们怎么不可以宽恕别人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说句对不起 就没有事了 每一件事都会退一步去想想 不像以前那样 去发脾气 先发制人 我会 停他 两三秒 安静一下 我应该是要配合 现在就接触了 这么久 改变了的地方就是 倒过来 跟跟书一起 去帮助人 关心周围的人 那就 周围的人开心了 你才能真正地得到快乐 不能 看到快乐的事 你根本快乐不了 信主之后 不单单夫妻关系 有很大的改善 对金钱的看法 也不再一样 以前为了 随波逐流 你争我也争 比较谁更多 现在是呢 我足够就行了 要给些机会别人的嘛 有需要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给我 现在 是我不需要嘛 就当作主给我机会休息 他知道 我需要的是什么 真的就给了我 给我那笔生意之后 在那前后都没有 就这样奇妙 又给我足够的时间去休息 平均起来 还是几百块钱的收入 是很奇妙的 在同行当中 我不敢怎么行 一百块钱你不用发愁 一千块钱你不用欢喜 这是我的口头禅 真的是这样 你肯相信 你肯信 真的得救 无论思想 你的宽容量也都多了好多 真是真实的 认识主以后 你凡事都退一步想 原来主对我真的是很好很好 现在我很高兴可以帮到人了 以前的我 我感觉没有能力了 我哪有能力帮人 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 要我爱你 谁来爱我 现在不会了 现在我们做的一切 都希望得到神的喜悦 就够了 感谢神 在我们中间 带我们这两个迷失的羊回归了 在Oliver住了一晚上 现在大约早上九点钟 大约午饭的时间 就会到鲑鱼湾 离温哥华470公里 有一个小镇 名叫鲑鱼湾 萧门二 是往返温哥华与洛基山之间 一个必经的中途站 许多游客会在此稍作休息 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生活 因此 Summer Arm对于旅馆设施和餐饮服务 有一定的要求 以满足不同旅客的需要 Tommy和Tina从事餐饮工作多年 机缘巧合之下 来到了Summer Arm经营餐馆 起初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起初我说Summer Arm很美 我是被喷水持吸引了 我说这个小镇很美 这里有个餐厅转让 问我做不做 我说好啊 我们两夫妇想 反正是要去打工 不如就试试自己开餐馆 结果被人骗了 当时两个儿子都很小 另外他有些钱不是自己的 他打工赚的钱都需要养家 所以有部分的钱不是他的 是其他亲人借给他的 那么如果说是你没有生意 又要还钱 那么生活就成问题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彷徨 什么都没有啊 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是 怎么办呢 心情好低落 我问他怎么办呢 跟着就祈祷 后来他就来 就是帮我决志信主 因为被人骗了那件事 他看到我们情绪低落 我太太就觉得 好像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 真的很慌 慌到害怕 慢慢呢 我们就有机会就坐下来 向他介绍福音 他就觉知 两夫妇呢 就一起信耶稣 那么信了耶稣之后 因为他们还困在这骗局里 那个老板要 要他们做工 还要出钱 但是呢 就不给他工资 那么他就觉得就是 不行啊 就没有做 但是后来呢 又被另一个老板就诱骗 那段时间呢 他的情绪是起起伏伏啊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还没受洗啊 后来呢 教会的朋友常常去鼓励他啊 那段时间他学会了 依靠神来度过啊 我就开始读圣经了啊 这样说 失去了东西啊 会还给我的 我相信里面说的每一句话呀 我读圣经一边读一边哭啊 哭了以后就没事了 他赐给我信心 我有信心 我的神一定有一天会给我的 心里变得不那么害怕 开始安定 同时觉得有依靠 有扶手 好像有人扶持 每件事情都像踏实了 刚开始是怕 什么都怕 因为一夜之间 倾家荡产 两夫妇 辛辛苦苦赚回来的 都没有了 全被骗了 现在好像有力量了 我们开这家餐馆时 要有食品安全认证 需要考试的 这里全是用英文的 我说完了怎么办呢 那时候董先生 他又不在 我知道 可以用中文考 但是要去温哥华那里 但是我们走过开 刚说这件事 第二天董先生就来了 他说 我路过来看看你啊 阿招 我非常苦恼地说 卫生官要我考什么 食品安全认证 他们说 夫妻两个 其中有一个要有 要不然就不能够 开这个餐馆 真的很慌张 董先生说我想办法 他早上才来过 连夜晚上又过来 带了一份中文食品安全问答试卷 给我看 让我读 真是天赋的安排 我也测不透 很多的事是 我们刚刚在想 那边天赋就为我们办好了 这位天赋是很信实的 就这样 我们两夫妇 熬到今天 终于算是解决了 他真会赐给我 我没钱啊 钱全都没了 真的是一无所有啊 但我现在就是 有房子啦 有餐馆啦 是神一步步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两夫妇的 这个性格是 推着才走 不会主动 推一步走一下 因为不会英文 没什么知识 是真的 所以祷告 我最喜欢这样说 没有知识 什么都不懂 求你帮助啊 我很喜欢这样祷告 真的是好感恩啊 我们祷告 去问主 我们应该怎么走 主就自然会带领我们 如何走 不需要我们想的 头脑发胀 现在我们真的不用想 有困难告诉天父 天父就会帮助我们解决 我的改变啊 可以说是整个人 都改变了 可以这么说啊 一路得平安 一路得祝福 真的好感恩啊 好感恩 对我来说 是非常感恩啊 我第一切啊 都是上帝给我的 只会增加了 不容易被人骗啊 真的 这一点 不是这么容易啊 因为我第一个 就会先祈祷 求问神 先问 神就会带着我走 所以我好高兴啊 真的好高兴的 性格上 我没有那么暴躁了 以前很暴躁 以前我有个外号 叫阿牛 工地的同事 都会喊阿牛来了 你说我多暴躁 人们都这样喊 我现在不抽烟 不喝酒 以前又烟又酒 又说脏话 现在判若两人 价值观不看重金钱 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是主给我的生活 就算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我也很开心 不会觉得辛苦 所以我很开心 我今天会出发去七六晚 探望一对夫妇的父母啊 那么从这里到七六晚 大约一百公里 从中国来的五逢卫平 五太和丈夫 都是专业人士 在中国 有着相当稳定和舒适的生活 但因为子女的缘故 他们来到加拿大 Chiliwack小镇居住 移民加拿大以后的人 总的感觉啊 就是啊 这个社会比较和谐啊 生活环境啊 空气啊 食水啊 样样都很适合我 五太太呢 是护士 五先生是医生 五先生五太太呢 就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在中国呢 有自己的事业了 那么过来呢 主要是照顾孙子 最大的痛苦啊 是语言不通了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呢 有时候 想要去学英文啊 又想自学了 但是我的记忆里差 面对生活上的问题 他们 心里就觉得 就不甘心啊 为什么遭遇 就跟别人就不一样呢 不仅如此 近几年孙儿也开始长大 子女的餐馆工作非常忙碌 早出晚归 终年无休 一只二老 只能够长年留在家中 母先生五太太会觉得就很闷啊 因为不懂英文 他们住的地方呢 就离这个公车总站呢 就很远 那么如果出了事啊 找人救呢 就很难 自己觉得很失望啊 觉得都无能为力啊 来到这个西方国家 什么都不懂 后来因为子女啊 都要去工作 没有办法照顾我啊 所以啊 我要自强 只有参加当地教会啊 多学点圣经知识啊 参加他们的活动 多认识一些朋友 希望啊 从中啊 学到知识啊 我感谢主啊 能够认识这些朋友 在教会的朋友啊 都尽心竭力地帮助我 所以啊 我只能够啊 从啊 教会里啊 得到生活的 乐趣啊 跟啊 知识啊 以前啊 我们在中国是不认识上帝的 也不认识 谁是我的救世主啊 只是自己相信自己啊 有时候一般的朋友啊 因为啊 没有接受主啊 没有主的这个教导啊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 总是带有私心了 但是教会的姊妹啊 各个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啊 来讨厌自己的性情 用学到的知识 去帮助更多朋友 所以呢 我从教会啊 从教会的基督徒里啊 受益良多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 无私的帮助人 可以说在这里啊 儿女啊 帮不上我 这是最深刻的 因为他们啊 昼夜工作 他们啊 做饮食业了 所以啊 儿女帮不到我 他挣钱给你吃住啊 已经很难了 怎么好意思 再去麻烦他们 所以啊 要自强 我要做的啊 比如像办护照啊 办些老人的事啊 都是啊 教会的朋友帮忙 所以啊 我跟教会的朋友啊 就很亲近了 董先生的啊 啊 在教会之前啊 想不到啊 社会上居然有人是这样的 啊 原因是啊 因为啊 他们信了上帝 信了主 啊 就知道做人是应该这样了 经过多年来 大家的爱心帮助 吴先生 吴太太 慢慢地接受基督信仰 因为在这里啊 生活啊 有时候觉得 寂寞孤单 因为语言不通了 痛苦啊 寂寞不开心的时候啊 唯有默默地 祈祷了 把自己的一切 交托给主 求主 为我安排 我相信啊 主啊 会帮助我的了 他 现在呢 信了耶稣了 好了些啊 因为他知道有神 神会帮助他 信主之后啊 我把一切交给上帝 相信上帝啊 安排我的前路了 就算是身体 有疾病啊 或者不开心啊 把一切都交给主了 相信主啊 会为我安排 给我力量了 顺其自然 主会安排的 不要想太多 才能够开心的 有困难的时候啊 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主了 有事就要多祈祷 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这是最重要的 这群住在小镇的人 都曾经经历过困惑 因为有上帝的恩典 生命得到改变 过着有盼望的人生 甘叔能够见证 他们的改变 他充满感恩 我为他们高兴 看到他们的改变 就知道 神呢 真是在帮助他们 他们说出自己的经历 就让我呢 非常的鼓舞 多谢大家收看 恩与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 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你说咱们的宝宝 如果嘉宝 就可以 感谢观看